大家好,欢迎回到和邱玉一起学office之PVT篇 在上一节我们学习了用图表说话更显专业的上半部分 认知了柱形图、条形图、柄图、环形图、折线图、雷达图和散点图 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 这节课我们就以制作一份柱形图图表为例 学习一下PVT中图表制作的基本步骤 仍然是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插入图表 第二,套用样式 第三,调整细节 第四,版式设计 第一步,插入图表 图表的插入和表格的插入比较类似 仍然是进入插入学乡卡 点击图表按钮 即可弹出插入图表的对话框 上节课我们说到的 总共16类图表的窗口就是它啦 在这个窗口 我们首先需要在左侧纵向图表选择区 选择一种图表类型 然后在顶部横向图表选择区 选择具体的细分类型 因为我们要制作的是柱形图 直接点击柱形图分类 然后在右侧顶部选择区域 选择第一种样式即可 实际上 这两种样式已经默认被选择好了 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插入啦 稍等片刻后 页面上就会插入一个默认的图表 并且弹出图表对应的Excel数据编辑区 在Excel中输入需要的数据 删除多余的数据 PowerPoint中的图表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为了节约时间 数据内容我已经提前复制好了 直接掺贴进去即可 关闭Excel窗口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图表造型 第二步套用样式 和表格一样 图表也提供了一些默认的图表样式 选中图表区域 在十几张卡中 就可以看到这些图表样式 展开下来菜单 总共能找到14种图表样式 选择一个恰当的样式即可 只需要选择不同的样式 图表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啦 当然 专业的图表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做出来 我们还需要对图表的细节进行调整 或者完全手动设置图表样式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基本造型 看看手动设置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第三步 调整细节 默认生成的柱形图 柱子是深蓝色的 如果想要改成别的颜色 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直接点击一根柱子 所有的柱子都会同时被选中 此时使用开始选担卡中的形状填充 就可以将柱子填充为其他颜色啦 如果只想将其中的某一根柱子 填充为其他颜色 则可以再次单击需要修改颜色的柱子 这样被选中的就只有这一根柱子 此时为其填充其他颜色即可 当然这只是针对图表中的柱子 也就是具体的数据的调整 如果你想要对图表的整体外观进行更改 那就要接触到设计和格式两个血像卡中的其他功能了 在图表工具的设计血像卡左侧 可以增加图表元素 例如图表标题 数据 标签 图令等等 在血像卡的右侧则可以编辑图表的数据 更改图表类型 其次是格式血像卡 图表工具的格式血像卡和表格工具的格式血像卡 几乎完全一致 也是可以设置图表的底纹和轮廓颜色 还可以设置各种艺术效果 这里就不再详述啦 回到我们刚才的案例 现在我们想给这个图表添加数据标签 也就是在柱子的顶部展示具体的数据 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进入图表工具设计上卡 点击添加图表元素 选择数据标签 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数据标签Y 这样每个柱子顶部就出现了它所对应的具体数值了 现在再来看看 我们的图表还有哪里需要修改呢 很显然 由于图表的类别名称 已经指明了每一个数据所对应的品牌 因此底部的图例就明显是多余的 直接选中图例部分 按下键盘上的Delete键将其删除 细节调整的工作就完成啦 第四步 板式设计 经过前面三个步骤 图表的主要区域已经成型 但和表格一样 一个专业的图表同样包含标题 图例或单位 具体的图表 角柱 资料来源等多个部分 将欠缺的部分修改补期 一份图表才算是制作完毕 最后别忘了根据PPT的整体风格 为标题以及坐标轴中的文字 设置合适的字体和字号哦 本节总结 知识点一 插入图表很简单 在插入学乡卡中 直接点击插入图表即可 知识点二 我们可以通过套用样式 给图表快速进行初步的美化 知识点三 对图表进行细节调整时 主要需要使用设计和格式 两个学乡卡中的功能 知识点四 一个专业的图表 包括标题 独立单位 独表区 角柱和资料来源 共五个要素 赵丽是今天的作业 首先请你下载练习资料 根据本节的讲解 完成对案例的仿制 尽可能的要做到一模一样哦 其次 我们在工作中所做的PPT 更多是图表和文字的综合拍板 下面这个案例 你能挑战一下吗 下载练习资料 马上开始吧 每天进步一点点 起跑线上就领先 我们下节课再见